中国农产品展示中心揭牌仪式 9月22日上午在洛杉矶隆重举办 来自中国农业部辽宁、浙江、河南、内蒙古、北京、广东、江苏和新疆等 7个省、区、市、农业管理部门、官员和农业企业代表 一百余人参加了揭牧仪式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 原农业部部领导张玉香女士出席了开幕仪式并致辞 她介绍了中国农产品展示中心的背景情况 近期的工作进展 迷红星对中国农业产品交流寄予很高的希望 大家都知道农产品对中美的贸易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这几年来农产品中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发展非常快 去年我们已经达到了341亿的规模 其中中国从美国进口达到了267亿 那么我们向美国出口也达到了74亿美元这么个规模 因为中国总体上来讲我们是一个农业大 我们也需要从美国进口 大众的农产品 尤其是像大家知道大豆啊 这个植物油啊这一类的挺多 棉花等等 但是呢中国也需要就是来出口向美国 美国也需要中国的产品 因为中国的产品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 而且中国有很多特色产品 因为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既定下来的我们饮食文化的基础上 我们发展了好多特色产品 那么这些产品呢对美国来讲也是白受欢迎的 美国亚洲食品公司代表 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农产品走进美国十分高兴 今天这个活动呢是由这个中国农业部 他们经过多方的努力 终于实现了一个把中国的一些农产品呢 带到美国来 然后做一个展销 以后呢这个地方呢就会变成一个经常性的 把中国一些新的农产品呢 改良的产品呢就放到这边来 让这边的食品的业者呢能够来这边了解 然后拿一点样品呢去测试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深远的一个事情 该中心设立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销售平台 这种营销方式受到国内企业的积极响应和欢迎 2013年 在农业部支持下 该中心筹备升级为中国农产品展示中心 服务范围扩大到中国其他省份的农业企业 到目前 已经有全国12个省 90多家企业 近400种农产品和食品进驻展示中心 具有中国各地鲜明特色的农产品和食品 正源源不断地通过展示 介绍给美国消费者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 美国洛杉矶报道